像譬如說送一些knowledge 然後在中間這一層 就是我完全是end to end 端點對端點 這兩個端點之間來看 那有一類的approach是把它 把有線跟無線 中間的那個access point 中間的那個gateway 中間的base station 它來做一些協調的角色 把這有線跟無線兩個connection 把它分開來 那還有一類的solution呢 它是從 從link layer link layer它aware 就說我應該說從上層 aware這個link layer 就我上下層能夠 垂直的上下層能夠了解 我上層能夠了解下層的溝通 那下層的訊息能夠傳到上一層 那這個link layer跟這個transport layer 之間的這個傳輸 能夠幫忙解決這個有線跟無線之間 它的不協調的問題 那這一個一個我就不談了 其實這一個談要談蠻久的 有興趣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個 那這每一個都是研究了 那現在都已經到教科書了 過去早些年這些都是研究 那現在很多書上都把這些都談 snoop很有名的一個都談得很清楚了 那這部分我就不談了 好 那我們就開始到談warp了 好 就是剛剛談的是為什麼會有這個 為什麼需要有 好 那warp呢warp限制到2.0了 那warp1.0的時候就很早了 在這個1997年了 對 我們上次上次開這個課已經十幾年了 那個時候最早開始在GSM上面 還沒有GPRS的時候就有warp了 那整套建築還是在簡訊上面跑 就整個在上面就可以瀏覽 1997年已經有瀏覽器了 有這個 那還沒有GPRS的建設都還沒有 所以就是在這個簡訊上面來上瀏覽器 這個大家可以沒有辦法想像對不對 我的瀏覽器的這個 是在簡訊的系統上面run 那1997的時候 那最大的就是9600的BPS 那這很小的歷史 那warp1它一開始它 當然那個時候雖然說瀏覽了 可是它不是真的瀏覽一般的網頁 它定義了一個WML 可是那時候WML是比HML要好 為什麼 那時候WML是已經是個 SML base的一個language了 就那個markup language 那HML還不是 所以那個時候SML已經出來了 那HML還沒有演進成SHML 當然現在有這個HML5 這個可能又比SHML更要適合於 現在的這個手機了 但是Anyway 那時候是WML 可是那個時代1.0 2.0比較 等一下我們會看一下 那基本上它的用的這個markup language 是不一樣的 原來是用WML 到WAP2.0 2.0是2001年開始 大概四年以後了 到2000你知道這個世紀 這個世紀開始就有2.0了 那22.0它就不用WML了 它就SHML 中間機制有一點變化 這是我就很快的歷史跟大家講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看裡面的東西 那到2002年的時候呢 這個成立了 這現在已經好多年了 歐瑪 那不只是WAP forum 幾乎是所有的手機上的行動裝置的game 包含SyncML的組織 好多了 大概有10個左右的組織 那本來是 本來這些公司都是各自軟體硬體的 都各自這個組 做一個這個組織要來做Internet上面的某一種特別的應用啊 或某一個這個做Arcatcher啊 或做某一些Interoperability等等 等一下我們會看有好多個這種 不同的專長啊 不同的這個技術性的group 那他們都都跑到歐瑪這裡來了 都統統都集合起來 因為不然的話 弄太多組織自己把自己搞的這個很累的 那上長也有跟大家提過 這些這些組織有大有小 有些組織成立了以後就就消失了 那那那這個歐瑪的話是一個很重要的組織 那這裡面他們在WARP裡面幾個 基本的需求包含了這個Interoperability 護運效率可靠度安全 那這幾樣東西是 在設計WARP的時候考慮到的 因為到無線以後 有各種不同的行動裝置 對各種不同的無線網路 當然我們說在有線的環境之下 有線的區域網路有很多種 可是在無線裡面的技術更多 然後又有各種 又有藍牙有WiFi有WiMAX等等等等 光是技術都那麼多了 然後有線要跟無線要藉接 所以Interoperability很重要 然後裝置也有各種不同的 網路技術有那麼多不同 那裝置更多了 裝置有大有小 所以我們介面的這個 人家瀏覽器一堆 那這個 Interoperability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issue 那效率啊 可靠度我們剛才講過了 TCP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 那Security也更複雜一些了 就是 就是Security要有線跟無線的 end to end 就我在有線裡面 我就有線之間討論 那 那但是 Security裡面其實心意比較少了 但可靠度跟Interoperability是比較重要的 那效能當然永遠是重要的 但Security就這個部分而言 其實 其實 他的 Internet的這個大家知道到Meshup的Security的 Web的那個Meshup Web 2.0 Security的問題 還有 下面的各種技術 他本身的這個Security編碼的 這個 或者用PKI 或者 或者他那個Security的機制 那邊的問題 就單純的 Wireless Internet的這個部分 他Security的那個問題其實不是 不是這麼 怎麼講技術上面的問題不是那麼大了 因為在有線裡面的這個問題在這裡 大家都類似 沒有什麼新的問題 那可靠度跟Interoperability 這個是比較特別一點 那 那這個是 就是十幾年前吧 十二年前 那這個剛出來的時候 就我記得我們第一堂課 這個我大概就花了一個小時 跟大家介紹 這顆 就是這張投影片的 後面兩堂不是 前面大概是 這個 這個 那現在就介紹完 為什麼要用Wab呢 因為 那時候他對XML沒有很有概念 就因為他有XML 他把HML 這個XML是他很重要的一個 第二個是 他把這個 Content跟L-Link Protocol 他做一個最佳化 那最佳化 怎麼做 等一下我們後面再看 然後 WML的UI 這個 這個 UI Component 那 那這個 直接Map到Phone上面去 那 事實上那個時候都還是只是文字 沒有 沒有圖形介面 但 尤其他一個 我們上次有提過一個卡片 一個卡片 有些介面 然後呢 呃 他用的SERVER 他沒有另外弄一個SERVER 他SERVER SERVER到後端有線端的SERVER 就是HCP 1.1 SERVER 現在大家覺得是理所當然 但當時不是 當時有很多辯論 那到底要 這到底需不需要有一個WAB 到底需不需要 這有很多辯論的 然後後面 這些後端的SERVER 要不要 是現在還有這種 不同的考量 就是 我現在 我現在一個網頁吧 像現在你們在做iPhone 或Android 對 我們說 上次說做這個 Mobile Web Mobile Web的東西 你丟到這個 不同Device上面的時候呢 這個User 他的這User Aging的 這Device的 Layout 那跟你的裡面 component的Layout 你是不是一個網頁 能夠撕片 所有的 那基本上是不行了 所以 所以你要 就到現在為止 這種考量還是在 那 那當時 有做一個決定 就是後端的那個SERVER 還是用同一個SERVER 那 那這個圖也是很重要的 很歷史的 重要性的一個圖 這叫 BigPie SmallPie Syndrome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 把WAP裡面的 有一些設計 跟無線裡面有一些 在內容部分的設計 這個圖其實他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我們在 有線網路裡面是一個 BigPie 是一個大的這個 大的管線 那到無線 這裡過來的時候 無線的頻關就變小了 那不管怎麼樣 無線都比有線的小了 那這個 我現在到家裡的時候 很多人家裡 都有10MB嘛 像現在我家裡也連10MB 但我覺得 我覺得還不夠了 就是這個 這永遠是不夠的了 那這個 那 可是呢 無線的 總比有線的小 就是這個 這個大概 是 這兩個進程這樣看 走下來的話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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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 無線的這個 HTEP裡面 一個 request 跟 response 這個一個網頁 一個 內容 你這樣 送到 比較小的管道 從這個大的 Pipe 送到小的 Pipe的時候呢 這個 BigPie SmallPie Syndrome Syndrome就是 就是鎮后群的 那時候會發生什麼東西呢 到小的地方 小的這個管道的時候 就會擠壓 就會 就會塞車 那怎麼辦呢 那 WARP 就它提供了一個Solution 不只一個 有好多個Solution 那 第一個 有做 做 ASML 那等等 他在這裡呢 做一個 Content Encoding 怎麼Encode 等一下我們會看例子 就是他做了一個編碼 那編碼